我国在今天新增了874例的本土确诊个案 再加上境外移入多达了982例 就快要破千例了 更有专家推估 很有可能在本周五就是明天 单日就会破千例 请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 才会达到这波的疫情高峰呢 有医生就分析了 6月前疫情很难趋缓 像是国外对Omicron的发展 是放任疫情去发展 可能一到两个月就会达到高峰 但是台湾的社区防疫是比较严谨的 病例数不会一下子就失控 虽然说用温和的方法跟病毒共存 但是过程当中伤亡比较少 但是缺点就是阵痛期会拉的比较长 可能要到半年之久 所以可能会到9月份才能够恢复平稳 国内确诊数持续创新高 14号本土个案新增874例 再加上境外移入108例 单日新增个案数来到982 已经接近千例 有专家预估如果现在RT直视2 不可能月底才破千 而是要过两天就会破千 也就是要密切注意本周五 有儿童急诊科医师认为 本周有很大的几率 单日确诊超过千人 但国外放任疫情升温 约两个月就达到高峰 台湾社区防御比较强 会花更长的时间达到高峰 虽然用温和的方法与病毒共存 过程中伤亡比较少 但缺点是症痛期会拉得比较长 未来半年内将不断与病毒拉锯牵扯 大概至少四五个月 但这些病毒慢慢扩散到社区的深处 老年家跟小孩子就会慢慢出现病例 重症死亡率的比率就会提高 有民众也想问 那现在聚餐旅游的活动应该要取消吗 有医师表示只要打完三剂疫苗 50岁以下又没重症风险的人 就照原计划走吧 因为一两个月后搞不好更容易遇到病毒 现在还是相对少的时候 有专家这么建议 比较危险的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餐厅 特别是婚宴的场所 那另外一个就是八大场所 50岁以上的也可以啊 特殊娱乐圈 那就一定要打满三剂 指挥中心也再次呼吁 要大家下载社交距离APP 但就怕确诊者没下载 也没上传资讯 根本达不到效益 指挥官陈时中强调 这有法可管 没强制安装会开罚 但指挥中心不希望用法律来管控 期盼民众自己会主动配合 保护自己 也保护家人 记者综合报道